本周美国陆军协会年会在首都华盛顿隆重举行 美国历史上首位女陆军部长克里斯丁·沃穆斯在会上表示 随着美国在中东的反恐作战告一段落 美国的防务战略重点已经转向共产中国 沃穆斯说国际环境正处于一个独裁与民主之争的关键历史节点 陆军年会上也展示了美国最新的军事装备 从百年历史的老牌航空巨头到成立只有几年的初创公司 军事科技企业纷纷展出最新装备 希望满足五角大楼的军备升级要求 波音公司表示可以在两个重要方面帮助美军增强战斗力 分别是远程精准火力和垂直升降系统 远程火力方面 波音公司展出了与挪威军火公司NEMO合作推出的 155米口径冲压发动机炮弹模型 这款炮弹将常规155毫米大炮的30公里射程 提高到100公里 在垂直升降方面 波音与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合作研制的 未来远程突击直升机 Defiant X模型在展览上亮相 波音公司说 Defiant X将成为史上速度最快 机动性最强的军用突击直升机 相比百年历史的波音公司成立于1992年的波士顿动力公司 则凭借明星产品四族机器人成为展会的另一焦点 公司介绍说 这款可以在陆地上灵活移动的机器人 未来可以在战场上执行拆弹任务 近年的陆军年会吸引了650多个展商参加 除美国之外 以色列 澳大利亚 希腊 德国 法国 挪威和韩国的企业 也设立了展台 参加展会的注册人员来自80多个国家 新唐记者金时综合报道 也得一时间 我们终ougher希望 Zahl对进入 准在 桐 羸 以 刿